你害怕自己太胖 变得臃肿难看吗 你担心老公周广 生态的健康危机吗 要美丽曲线 又要身体健康 如何两全其美呢 你只有一个选择 运动 但要如何运动的轻松 运动的有效率呢 现在就让美儿亭 美体交速机 来完成你美体速身的心愿吧 功能最齐全的美体交速器材 最迷你的家庭健身房 美儿亭 美体美腿交速机 全新上市 让你轻松地躺出好身材 美儿亭美体交速机 号称是世上最迷你的速身器材 一点都不夸张哦 它革命性的多功能设计 创造出这么一小台器材 有九种速身模式 这是室内美体器材的革命设计 它突破了空间限制 它改革了传统的缺点 它荣获世界多国的专利 并在台北国际发明展中 获颁最佳产品设计奖 这种殊荣得来绝非侥幸 丽莎 女人会为了捡一寸的腰围而不择手段 对啊 爱美嘛 但她们常用错方法 所以经常失败 运动是保持苗条最佳的方法 但运动要找对方法 对 方法用对就事半功倍啦 在我身后就有各种美体的运动器材 我们过去瞧瞧 仰卧起坐架可以训练腹肌 现在看到的是瑜伽美肺肌 嗯 不过有效吗 还有其他健身车 跑步机等等 OK 以上大多数的运动器材都有了 但是问题是 你家里放得下这么多的器材吗 全部加起来要花多少钱呢 还有 如果你选择上健身中心 一年的会费又是多少钱 你知道吗 现在只要有了美儿亭美肺交速机 上面所有的问题一排就搞定了 美儿亭美体美肺交速机在台北国际发明展中 获颁最佳产品设计奖 是一台真正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 平躺式美体器材 就像游泳一样 没有运动重力伤害的问题 更不会像跑步机一样 对膝盖关节及背部脊椎造成伤害 美儿亭拥有九种不同的实际美体功能 只要您连续使用五分钟 您的腹部 腰部 臀部 腿部 背部脊椎 全部都可以感受到 它带给您的超级震撼 如此有效率的媒体器材 只有美儿亭做得到 Our next guest on today's program is Dr. Linda Powers She is a recipient of the Woman Doctor of the Year Award from the World Congress of Women Chiropractors Welcome Linda Thank you very much Nina What health benefits would you say health benefits and safety benefits does the Lacey Cycle provide? The health and safety benefits that I can see begin with the fact that it is not a jarring form of exercise it's like cycling but even more than that you are taking away the force of gravity i.e. because the person lies down on it and so some of the problems that even would happen with normal cycling the strain on the lower back or the strain on the neck from the position you're in are taken away by the use of the Lacey Cycle 最近整形医介又传出了 有民众为了消除萝卜腿 做了切除肌肉和神经的手术 结果又并发了 小腿肌肉无力的后遗症 目前只能够以轮椅代步 夏天一到 又是短裤迷你群的季节 大街上出现了 真奇斗艳的修长眉腿 如果自己是长了一双萝卜腿 如何消除 就可能成了许多人的战斗计划 最近在整形医介就传出 有民众为了拯救萝卜腿 接受了医院的整形手术 切除一部分小腿的 非常肌跟神经 结果造成了小腿无力 只好坐了轮椅 这个消息是在整形医学会中 由医师披露 医师建议 如果真的想要有一双 修长的小腿 首先就要避免穿高跟鞋 然后每天做30分钟的 倒踩脚踏车运动 这样即使不抽支 也能够让腿形修长 美儿挺美体雕塑机的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一说明书指示 将各部位组合起来 然后依使用者的身高 调整头靠 以及勾脚架 可多段式自由调整 脚踏机则可以 个人的腿部长短 做上下多段式调整 脚踏机踏板的松紧度 可以不断式自行调整 当一切都依自己的身材 调整妥之后 您便可以开始进行 美体速身的运动了 第一 倒踩脚踏车运动 平躺后双脚抬高 踩动即可 你也可以把脚踏机倒转过来也很好 这个运动可以使你腿部修长 第二 三效合一运动 先将躺卧架坐垫部分升高 以个人体能决定高度 再加高脚踏机 双脚踩踏板 如此便可达到心腰翘臀腿部修长 三效合一运动 第三 膝关节活络筋骨运动 首先放平坐垫 降低脚踏机 双脚踩踏踏板 如此平躺着坐倒踩脚踏车的运动 不会造成运动伤害 可以达到活络筋骨强化膝关节的运动 第四 标准咬窝起坐运动 放平坐垫 两腿膝关节放在膝盖胯架上 脚背倒勾住勾脚架 身体平躺 双手交叉至于胸前 再收缩腹肌 攻起身来 这就是标准的仰卧起坐运动了 第五 鞋背式强力仰卧起坐运动 将坐垫升高 形成较高投低的躺卧方式 然后以标准仰卧起坐模式运动 这就是强力仰卧起坐运动 第六 辅助把手仰卧起坐运动 放平坐垫 双手握住辅助把手 复利不足或是生产过后的孕妇 可以利用辅助把手 轻松做仰卧起坐运动 第七 脊椎伸展输压运动 放平坐垫 收起膝盖胯架 平躺于躺卧架上 双腿伸直 脚踝放在高脚架上 使背部平均躺在弧形轮上 闭目养神十分钟 这就是脊椎伸展输压运动 第八 瑜伽媒体伸展运动 将躺卧架的固定插销拔掉 使躺卧架坐垫处可以上下移动 躺在躺卧架上 双脚弯曲向地面顶 腹部向上挺 头部则向下倾斜 体力强的可以加强弹力环的棒数 如此一上一下的腹部运动 就是瑜伽媒体伸展运动 第九 健胸及紧实手臂运动 放平坐垫 坐于坐垫上 双手放在脚踏机的踏板上 做高抬双手旋转运动 这就是健胸及紧实手臂运动了 以上九种运动就是美儿挺完整的运动功能 观众朋友 美儿挺要成为世上最迷你的家庭健身房 绝对是名副其实的 在我们现场的使用示范中 他们每一位都是使用美儿挺都在做不同的运动 这就是美儿挺最吸引人的地方 你再也不需要花大钱买九台运动器材 现在只需要一台美儿挺就可以享受九种媒体的乐趣哦 让我们来彻底认识美儿挺媒体雕塑机 根据医师的说法 真正可以让腿部修长的运动 唯有每天做倒踩脚踏车运动 但力量不够的话 有可能会伤到脊椎哦 但是有了美儿挺的辅助就不一样咯 现在安娜正在